DSC就放榜 每個學生都想入自己心儀的科目和學校 究竟家長和學生在選科的時候 會考慮些什麼因素呢? 她的興趣 都是她的興趣 能力 接著就是地點 主要都是她的興趣 還有未來的職業步向都是賺到錢 首先她是讀了這個課程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這裡香港發展呢? 聽完家長怎麼說 這麼學生又怎麼看呢? 其實是私資因素 還有意義就是自己的分數 可不可以入去 還有我們可能一些大學的生活 考慮的因素就是 用延長的家長的學生 喜歡的 都是進去的 都是進去的 地點和負不負擔得到 其次就是將來的就業 或者進升的機會 或者每一個行業的前景 看來學生和家長選科 主要都是以興趣先行 職業和前景都是其次